看得出來,國民黨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背後我們擔心是有一套目的 有一套甚至是陰謀 一方面來製造社會對於疫苗或疫苗的恐慌 當大家越不敢打的時候 他們越有機會可以插隊 越有機會可以打到疫苗 對於國民黨 幾乎是過去是鋪天帶地的 用各種方式去抹黑 去污名化所謂的疫苗 尤其是AZ的疫苗 污名化政府疫苗的採購的作為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 國民黨嘴巴是說的是謊言 但他身體卻是誠實的 第一個我們看到 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振興院裡面 出現了連戰跟連防疫 施打AZ疫苗的一個情況 可是在同一個時間 在4月的時候 我們看到連盛文用臉書發文 批評政府採買了所謂 有後遺症的AZ的疫苗 還質疑說AZ疫苗 到底會有多少人台灣人願意打 可是最後發現他自己的父親連戰 卻打了這樣的疫苗 然後這兩天又爆出來 丁索忠他也呼籲要打中國的疫苗 他甚至講說自己願意來帶頭施打 可是在5月26號用特權的方式 插隊的方式到了 或者鄭新越打了AZ疫苗 他是用自費施打 但是我們看到他在3月的時候 質詢政府的官員說 對AZ疫苗的副作用表達疑慮 而且稱美國人都不願意打AZ 打AZ是我們沒有選擇的選擇 但事實上他自己卻在5月的時候 就已經打了那個所謂沒有選擇的選擇 被迫他說的有打中比沒有打好 另外張榮衛用他的所謂同住家人 這樣一個社會不能接受的方式 來插隊打疫苗 而黃昭順同樣的也是在義大醫院接種 所謂的AZ疫苗 所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背後我們擔心是有一套目的 有一套甚至是陰謀 換句話說一方面 來製造社會對AZ疫苗的恐慌 讓大家不敢打 打擊政府的威信 打擊全民的黃疫 可另外一套他的陰謀跟目的 從這幾個人的做法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當大家越不敢打的時候 他們越有機會可以插隊 越有機會可以打到疫苗 這也是讓人家不能接受的地方 要嘛你就從頭到尾支持可以打疫苗 可以一方面批評這些疫苗 它的安全性 可以另一方面自己用各種方法 不論是用所謂董事的名單 以合作的廠商 乃至於同住家人等等 不斷地回歸插隊特權打疫苗 所以這一套所謂的目的 這一套所謂的陰謀 我們認為是相當相當不合 整個社會的共同的一個標準 哈哈哈 身份 摸 水